地球的终极守护者是谁 飞飞快开启紧急防护装置 好 刚才可把我吓坏了 多多 咱们怎么突然掉进了一片亮黄色的海里呀 飞飞 这可不是海 你看 咱们现在在地下2900千米 也就是说 咱们已经进入地球的淡黄 地河了 而这里就是液态的外地河 外地河不就是颜色亮眼一点的液体而已吗 没什么特别的呀 飞飞 你可别小看外地河 外地河对地球的影响可大了 哦 嗯 我们先来做一个实验 看看它是怎么影响地球的吧 你看 如果把磁铁棒放进一堆小铁线里 小铁线们就会像听到了指挥一样 马上移动位置 飞飞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个问题可难不倒我 这是因为 磁铁会产生磁场 虽然磁场看不见也摸不着 但是它可以给小铁线一个力量 也就是磁力 推着小铁线们 按照磁场的样子 站好对 通过这些小铁线 我们不仅可以发现磁场的存在 还可以知道磁场的样子 没错 就像刚刚的实验一样 外地河也给地球提供了一根隐形的磁铁棒 也就是说 正是因为外地河的存在 使得地球拥有了磁场呢 只不过地球的这根磁铁棒 特别特别的大 它的一头位于北极的附近 而另外一头位于南极的附近 哇 这么大的磁铁棒 那它产生的磁场得多大呀 哈哈 我来告诉你 地球的磁场是什么样子的吧 搜索完毕 飞飞你看 这就是地球的磁场了 哇 好壮观呀 不过地球的磁场有什么作用呢 地球磁场的用处可大了 宇宙中有一种叫做太阳风的东西 它是从太阳喷射出来的 不仅速度特别快 身上还带着非常多的能量 却有巨大的破坏性 你想想 要是太阳风直接冲到地球的表面上来 地球怎么受得了呀 天哪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地球吗 别担心 别担心地球的磁场就像是地球外面的一层隐形防护罩 太阳风在还没到达地球的时候 会先遇到地球磁场 它们就像磁铁棒周围的小铁线一样 受到来自磁场的力 然后改变前进的方向 这样危险的太阳风就会绕过地球了 原来是这样 那外地核可真是太重要了 没有它就没有地球的磁场 那地球可就遭殃了 是的 对了 地球磁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哟 哈哈 这个我知道地球磁场还能为人和动物们指路呢 指路 这是怎么回事 你看 如果用一根线把磁铁吊起来 悬在空中的磁铁因为受到了来自地球磁场的磁力影响 一端指向南 另一端指向北 人们利用这一点用磁铁做成了指南针 有了指南针的帮助 人们就可以轻松地找到方向了 原来是这样 不过动物们可不会用指南针 那它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呢 哈哈 别担心 像鸽子 海龟这些动物 身体里有特殊的构造 相当于自带了一枚生物指南针 能帮它们很大的忙呢 所以这些动物就不会迷路了 原来外地核和地磁场一直在帮助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啊 真是太棒了 哈哈 还有更棒的呢 看 哇 好美啊 这不是极光吗 没错 飞飞你知道吗 极光也是因为地球磁场阻挡了太阳风才出现的哟 太阳风 刚刚不是说太阳风很危险很可怕吗 它怎么会产生这么漂亮的极光呢 一些太阳风受到地球磁场的影响后 会改变前进的路线 有些还会顺着磁场向地球的南北两极飞去 在这个过程中 空气中的各种微小粒子挡住了太阳风的去路 于是太阳风就与它们发生了碰撞事故 这一碰撞就会发出各种颜色的光 所以在南北两极的天空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极光 原来是这样呀 那外地核产生的地磁场 不仅保护着地球和人类 还让我们看到了这么美丽壮观的极光 可真是太厉害了 哈哈 好了 我们准备穿过外地核 到达内地核咯 真的吗 内地核不就是那个固态的大金属球 是的 我们要到目的地了 太好了 那我来定位一下地核金钻的位置 多多你看 地核金钻就在前面 嗯 咱们赶快过去吧 哇 好漂亮哦 好漂亮哦 赶紧把它拿过来 耶 任务完成了 这位爷爷爷 我们拿到地核金钻了 太棒了 孩子们 你们是最厉害的小勇士 我在地面上等着你们回来哦 哈哈 好的 今天我和飞飞到达了地核 我们了解了一些神奇的事情 一 外地核由流动的液态金属组成 而内地核是一个固态的大金属球 二 外地核使地球产生了磁场 地球磁场可以保护地球 不受太阳风的袭击 还能为动物和人类指路 三 飞向地球南极和北极的太阳风 汇合空气中的各种微小粒子 发生碰撞而发出光亮 形成极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